上國際貨輪往來 其中17號碼頭這輛水晶輪離岸風電工作船 機關署11號上午登船檢疫時 發現印尼籍跟菲律賓籍船員各兩名 共4人PCR陽性確診 由救護車後送醫院 另外匡列同船接觸者12人 都是陰性流船隔離 經中央判定為境外移入 由119後送隔離治療 無台中市公共主機 雖然船員們沒有落地 但台中港務公司不敢大意 立刻召開緊急防疫應變會議 並展開全面消毒作業 根據了解16名船員 1月14號在新加坡登船 15號開往我國 22號開始陸續有4人出現疑似症狀 都有接種1到2劑的嬌神疫苗 沒有台中市公共足跡 民眾不用驚慌 確診案例頻傳 雖然中部相對穩定 但民眾還是不忘增強保護力 出門拜拜順便打疫苗 南投紫南宮活動中心 這次有莫德納BNT加流感疫苗 週六這天上午10點到下午3點 衛生局開放兩個接種站 民眾出遊曬太陽 再拼第三劑施打綠 記得台中南投綜合報導